一個事業的成功不只是靠運氣 靠努力還要靠很多的智慧 所以他在講這些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他是飽讀詩詩的 所以可以引經據點 每一顆珍珠背後其實都有很多的智慧 很多的精神在裡頭 剛剛特別強調榮 我最近也是很有感觸 我們知道中國已經崛起了 那麼中國的新的領導人習建平主席 他特別強調說中國有一個大國夢 希望過去的百年的恥辱都會崛起來 當然這都是好事一樁 但是現在面臨的問題是 美國英跟中國龍 一個在太平洋的此案 一個在太平洋中的彼岸 一個在太平洋地 Opportunity 一個在太平洋地東彼岸 這個中国綠 explorer 所以我想刚才你用龙我就想到这个龙是代表中国的话 那么希望美国英跟中国龙不要带来战争 政治带来和平 所以你也下了很多的功夫 那我想今天大家应该不是会听政治的啦 所以我只是来拜访一下 也认识这么多的朋友 台湾很小 我常常讲说台湾像一只KittyCate 它只是一只可爱的小猫 KittyCate不会伤害人家 人见人爱 可是如果大的国家也能够用更多的Peace and Love的话 那么国跟国就比较不会冲突 我们可以互相帮忙 互相关怀 那么现在最不幸的是韩国 北韩跟南韩本来是一个国家 但是目前随时都有可能发动战争 因为可能会核子大战 那所以我们真正要祈祷的是 希望北韩的领导人 他能够放下这个一定要比武 一定要称霸这样的心情 如果北韩可以学会善待南韩 北韩的领导人很年轻 南韩第一位女性的总统 当时我在想 这个北韩的总统 如果把南韩的普政区总统 的女儿 这个普警惠的总统 当作她的阿姨来看待 这些可以改善南北韩的关系 没有想到现在对弈的非常的紧张 我们大家一起为韩国祈祷 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很希望 中国的崛起不要欺负到台湾 我们知道我们很小 可是我想Kitty Cat是很可爱的 如果把Kitty Cat 一只台湾这么可爱的凯蒂猫 硬要推到这个中国的龙的怀抱 或者是狮子的怀抱的话 希望不要张牙舞爪把台湾吃掉 我们最重要要和平共存 国家不在乎大小 在乎的是人民幸福不幸福 人民有没有尊严 那我想台湾有很多杰出的 不同的人 男男女女 在这么复杂的纽约 不但要生存下去 而且要发展下去 像大东山 仲家 兄弟姐妹 非常的合作 非常的认真 有今天的事业 所以我是觉得这是台湾的骄傲 所以今天特别来看 在台湾的时候 跟你们在台湾的姐妹都很好 今天来这里 其实今天才发现 我以前在38阶跟第一阶那里 也有一个办公室 我们其实不远不远 但是那时候不认真 今天来看到 那希望你的努力 透过农的文化 透过书法 真的可以撼动所有的国家领导人 一念之间它会让世界和平 但是一念之间它也可以战争发生 所以我们共同来祈祷 和平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就非常谢谢了 好